像我这高生 这好人打败 我去做这样 不想够赔 在陈金中荡选高雄市议员后 一度有护身要求选立委的黄瑞晶 这一次以电台主持人的姿态出发 成功为丈夫助选后 黄瑞晶是不是要借着新工作 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孤露 当然也备受关注 没有消费这个扁妈的问题 坦白说我觉得扁家呢 其实他们打悲情牌已经打了二十多年 从吴淑珍发生车祸到现在 他每一次打的都是悲情牌 扁妈当然让人很同情 可是他的同情并不能转换成为 我们对于其他扁家人的支持 因为他的悲情跟他的 让我们同情的地方 恰恰正是其他的扁家人无情 以及其他的扁家人贪婪所造成的 对啊过去扁家要拿出悲情牌 开始要把吴淑珍推出来 再抱起来 哇全国动容 这张牌很好用 现在再用这一套大概也没什么人同情 就说因为吴淑珍现在的铃声嘛 那现在还可以用了 他们家大家比较同情 觉得对他比较有感觉的 觉得他讲话应该比较动能的 应该只剩下扁妈 那扁妈其实也很可怜 因为他对外界的事情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儿子坐牢 他认为就是马昂久 就是国民党把他抓地关 然后孙子 人家假如他嫖弟 他死也不相信 即使科学的政绩拿出来 他都不相信 他说那我 我们这孙子那我 我们去日下开门吗 全国都接知了 他还是不相信 那现在他唯一的价值 我看就是被端出来 然后用一用 那当然他讲的都真情流露 平常先讲他倒不是在表演 因为一个老人家 儿子在坐牢 他心里会有很多感触 可是这时候黄河靖拿出来 当做自己的新春第一号 第一次的那个来讲 那这个政治的用意不言可疑 第一集他把他的阿嬷找来 非常的缺德 再一次凸显他们家那种 家天下的那种丑陋的心态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 每天也是我们的 东也是我们的 什么都是我们的 你何常真正尊重过 这个国家的民主 这个国家的公共性 扁妈在节目中 先谈了陈志忠小时候的事情 在谈陈水扁小时候 读书时期的往事 当提到陈水扁被关时 他的眼泪开始流 广播里不时传来 他啜泣的声音 而扁妈谈陈水扁的 低音心情低落 节目结束之后 没有办法平复 休息了将近20分钟 才在女儿女婿 黄瑞靖的摄扶之下 离开电台 老实说身为这位 这个家里的 这个小辈媳妇的黄瑞靖 难道不晓得 现在扁妈听到 阿扁的事情会多伤心吗 为什么要来这一段呢 因为其实这个 网幕电台有人在收听 听到了之后 或许对于这个扁家 在各种 不管是政治或同情上 就会加码 所以明明知道 阿妈做不了 她还是要来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会加码 我按照 我按照 你们